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节课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独立的服务应该如何启动 应该如何自启动 应该如何自启动 好 那为了大家能够看清楚 我还是再画一下这个图 上节课画过 我们这节课是讲了这个价格 他应该如何启动 如何自启动 好 那还记得吗 上节课我们说了 RPM包安装的服务和圆码包安装的服务的区别是安装位置的吗 圆码包是安装在user local的 一般都是这样的 当然圆码包的目录我们都可以随便指 装码都行 但是一般性 习惯性的放在user local下 但是 上节课说RPM包是安装在系统的默认位置 或者说 是我事前规定 然后呢 所有写RPM包的人都遵守我的规定 一般都会放在这些位置当中 那这些位置到底是 默认位置到底是哪些呢 我们来看看 主要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 ETC-IIT.D 这里面放了我们所有的RPM包安装独立的服务的其中脚本 独立安装的其中脚本 ETC下的IIT.D这个目录当中 所有的独立服务的其中脚本都在这 但是啊 我还习惯于说ETC-IIT.D下的 啊不是 IC.D下的IIT.D这个目录 其实这两个目录是链接 两个人家伙是软链接 俩目录写哪个都行 哪个都行 里面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 是放启动脚本的 当然这应该是独立的服务的啊 是独立的服务的才在这 那基于Synet的服务不在这吗 不在这 基于Synet的服务在这 ETC下 Synet.D.D目录下 这里放的是基于Synet服务的其中脚本 而这个是放独立的服务的其中脚本 接下来呢 ETC下的SysConfig呢 是放我们RPM包安装的这个初始化 一般的初始化配置文件都抱成这 那ETC呢 我们都说过了 是默认安装配置文件的位置 但是 我们当时 在最开始 讲服务器目录是干嘛的时候 就说了 它是安置放置的是默认安装服务的配置文件 啥意思 只有RPM包的服务的配置文件才会装在这 原码包的是装在U-S-Lock下 那Synet的配置文件在这 Synet服务本身的配置文件在这 但是 Synet的启动脚本是在这个目标当中 W-S-Lock下的Lib呢 是如果服务会产生的数据放在这里 那 如果我们的MySQL服务 是用RPM包装的 那么MySQL的库默认就放在 W-S-Lib下的MySQL目标当中 它会放在这里 MySQL这个目标 那也就说这里面是放了服务的产生数据的位置 其实我们说VR目标放的是 这个服务可变数据的目标 可变数据 当时说了 那服务的这个香百思考的这个 数据库呢 是不是都是实时在发生变化 所以一般放在W-S-Lock下 那W-S-Lock下呢 放的是RPM包安装服务的这个日志 那也就是说 这些目标都是系统默认 用来安装 用来放置RPM包安装的服务的配置文件 你们会发现 装的到处都是 如果我要删 手工一个一个删会类似 所以 我们RPM包是不是准备了杠阴命令 用它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些目标当中 跟这个服务相关的所有文件都会上边 这就是我们说独立服务安装的 不是这个独立RPM包安装服务的这个配置文件的保存位置 当然 这些服务难道只放在这些文件当中吗 哎不是 这些只是通用的 一些服务 一些服务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特径的保存位置 比如说我们的RPM包安装拉帕 它会把根下的RPM下的3W下的HTML这个目标 作为它的网页的保存目标 哎 那也说绝大多数的这个RPM包安装的服务 绝大多数的配文件都在这些目标当中 但是一些特殊的文件会有一些自己的特殊目标 这些目标都是约境俗成的 大家都知道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说了 这个独立服务 RPM包安装服务的安装位置 知道了这个之后吗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独立服务的启动方法 独立服务的启动方法有这样两个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 Linux当中呢 所有的执行文件要想运行 其实就一个归根结底的方法 就是用绝对路径找到这个服务的名字 后面启动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12脚本 不管是用绝对路径还是用相对路径 是不是都是找到这个脚本来运行执行 那我们自己写的脚本是这样 系统的脚本或者是系统的命令 也都是这样通过路径来运行 系统的命令 但是之所以系统命令 像LS这样的命令 不需要打绝对路径 不需要这样打 是因为派次环境别亮的原因 我们是不是都讲过了 对吧 那但是呢 我们的服务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用绝对路径 然后后面加stop stop restar 至于status呢 他的意思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查询这个服务的状态 我们试试 etc int.d 下到htt 然后status 他会说这个服务正在运行 他占用的pid是540 那当然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他 比如说restar 重启一下我们的阿权包安装的 这个apache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哎 怎么重启这么慢 是不是apache有什么小问题 好了 这是第一种 独立的服务的启动方式 第二种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service 那么其实这两个基本上是一样的 service命令 是在这个目录当中 去主动的搜索有这个服务的名字 只要找到就可以一起 他是到这个目录下去找的service 这是service的 不过你小心 service命令是红帽专有命令 我们讲过 minius是分为了 eventu系列 红帽子系列 这条命令是红帽子专门开发的 简化操作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服务都应该这样打 我们的服务的启动 其实都应该这样打 而不应该有service 但是这样打实在太长了 挑起来不方便 所以红帽子专门给我们准备了一个 叫做service命令 其实这个命令的作用 跟它是一般一样 它就是在这个目录下 去搜索有没有交这个名的服务 有 不启动 没有就拉 换句话说 换一个linius 你有可能就碰 不能使用这条命令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推荐你 使用第一个方法 这才是linius当中 服务启动的标准方式 就是用绝对路径 找到它的直径脚本 后面跟它的启动参数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启动方法 说到这儿 我们说 还有点service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命令 叫做-stats-on 它的作用会 它会列出系统当中 所有正已经安装的 RPM安装的服务的 它的状态 它是正在运行呢 还是压根没启动呢 它会把所有RPM安装的服务 全都列出 这个挺有意思的 所以呢 这是一个常见的查询阅令 大家知道 service 但是我还是说 service 啥意思 它有可能不是标准启动方法 在你的其他的linius当中 有可能service就不能用 有可能就不能用 这是独立的服务的启动方法 接下来说 独立的服务的自启动方法 也就是说 我如何保证 我的Apaq开机之后 可以自动运行 现在啊 我前面讲的service命令 包括绝对路径 都只会让Apaq现在运行 但是当我的linius一旦重启 比如说reboot 这个服务还会启动吗 那就不一定了 因为刚刚那两个命令 只是启动命令 那自启动方法是这样的 自启动有这样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用tryconfig的命令 我们说tryconfig 这个不光可以查询 自启动状态 他既然能查 他是不是就应该可以修改了 他的改变方法是这样的 tryconfig的杠杠来往 我们先查一下 看看Apaq啊 来我们先查一下Apaq的自启动状态 他是关闭 那我想让他开机自启动 怎么办呢 杠杠来往 打入 我打算Apaq自启动的这个运行级别 有人可能会说 这个4不是未分配吗 那我们说这是习惯 我们一般性的习惯于把2345都作为 这个一个习惯级别 就连起来用 一般不再区分 后面只要加Apaq的服务名 根2代表自启动开启 来我们查一下 这块就已经启动 但是我问你 这条命令运行完成之后 我的Apaq服务是否运行了 答案是不知道 因为这只是自启动命令 他是否运行需要用service命令 或者用这个决定路线的命令来判断 来启动 那这个tryconfig的命令 只能保证我的Apaq 下次我的服务器下次启动之后 Apaq是启动 所以在当前性能的 Apaq运行没有 不知道 这个命令跟他没关系 那能够把自启动状态打开 就能够把自启动状态关掉 而且啊 这个命令当中 其实杠杠来我是可以使用 他的默认级别就是23C 不写也23C 所以直接这么写 就可以了 那么再去查 看状态是不是就关了 那这样的话 这条命令就更加简单 那这是第一种 自启动 方法 第二种呢 是修改一个叫做 17C IC.D下 IC.LOC的文件 我们先查一下这个文件 17C IC.D下 IC.LOC 小心 那我们查一下这个吧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家伙 其实是一个软文件 也就是说 这两个文件 是快捷方式 你两个文件 修改哪一个都可以 但是我习惯于修改这个 因为这是一个原文件 其实无所谓 那这个文件是什么 我们打开 打开 这个文件是这样的 当你的计算机启动 在你的系统 所有的服务都起完之后 他 在碰到输入用户密码之前 最后会读取这个文件里的数据 你这个文件里面写任何名为 都会在登录之前 输入用户密码之前 都会执行你 那也就说 如果我把 服务的标准启动利率 写到这个目录当中 写到这个文件当中 只要保存 我下次计算机一旦充起 在他所有的程序 启动的程序都已经运行完之后 然后呢 在我输入用户密码之前 就会读取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当中 有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就会执行 执行完就会把 所以只要我把 需要启动的服务命令 标准命令 写到这个文件当中 他也会保证我的服务 在开机之后进行自行 但是这里面默认有这样一句话 干嘛 有人说 是新建这个文件 那我说啊 你对Touch明明理解错了 Touch是摸了一次 当我摸第一次 这个文件不存在 所以就建立了 但是呢 一旦这个文件建立之后 我再去摸这个文件 就会修改这个文件的最后一次访问时间 那你就说 我每次重启 都摸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这个最后访问时间是不就会变成系统的重启时间 我以后只要检测这个文件的时间 就可以知道计算机是在什么时候重启 哎 明白了吧 那他也既然可以干这个事 他既然能每次重启都摸你一把 我当然也可以要求他每次重启都启动某一个服务 所以这是第二个 自启动 那第三种呢 是使用一个叫做NTCV的名秘来进行办理 我们试试 这个我就不保存了 阿帕奇 阿平摩拉帕奇 我不打算重启 开机自启动 那么我还可以执行NTCV 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的setup 看 所有的服务都写在这里 而且他会想问 你想自启动 哪些服务 换句话说 我如果想要启动某一个服务 只要在他前面打星号 如果不想启动 只要把星号取了 这就是用这种方法 可以更加方便的进行服务的自行 而且这条命令的好处是 他不光可以管理独立的 这条命令 也可以管理基于信任的 但是同样 他也不能管理圆马包的服务 我们说过 圆马包的服务是不能经 这个默认情况下是不能被任何服务 管理名秘识别 不管是service tryconfigure 还是ntccv 他能找到的都只是 RPM安装的 但是呢 不管是RPM安装的服务 是独立的服务 还是G型态的服务 哪一个都可以用ntccv来进行 那好 那么好 我们知道了这样三个自行方法 那么哪一个是推荐的方法 很多人会说 那当然是ntccv了 这家伙多方便 你看图形见面 是吧 直接起就行了 但是超哥说 不是 原因 这家伙同样是红帽专有命令 你在其他的Linux当中 并不一定有这个命令 所以我说的标准方法 应该是这个 修改 这个人 这只是我的建议 你其实说 在你的服务器里 只要能把服务启动 并且保证他自启动 你用哪个方法就行 关键是 我有一个推荐 我推荐是用修改配置文件的方法 原因 两个 一个是 我拿到任何一个陌生的服务器 只要打开这个文件 我就会知道 我的计算机当中 到底自启动了哪些 我的服务 而不用去用柴康维格 慢慢一个一个去看 第二呢 这个柴康维格命令 是不能支持远马包服务 那有没有可能会出现 我装了一个阿片包的阿帕器 用柴康维格 把它变成了自启动 我又装了个远马包的阿帕器 但是我忘了 因为服务器不是你一个人在关键 一个团队 其他人在关键 他又另外一个人 又装了一个远马包的阿帕器 他又用了 这种方法把远马包的阿帕器 启动 这个时候 我问你 在计算机启动的时候 会不会暴走 肯定会 因为你重启了两个 占用相同端口的字 没错吧 那这个时候我就说 如果我们所有的管理员都遵守 我们的自启动方法 都用这一种方法来自启 那这样的话 就会使我说的这种冲突的情况 不大了相比 当然 说实话 他确实没有用柴康维格命令 管理方法 所以我们很多的梳理 资料里 都会干嘛 他都是什么 用拆卡飞格来做 但是呢 可能这是个人建议 我建议大家 使用ETC下的 I4.0 这个原因 就是我刚刚说的两个原因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 独立的服务的自启动方法 好了 那这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独立的服务 我们学习了阿帖包 安装的服务 他把服务 亏给文件 造型安装到哪里 接下来学了 独立的服务的启动方法 有两个 一个是用Service 另外一个是用绝对路径 我推荐用绝对路径 接下来就学了 这个独立服务的自启动方法 有三个 一个是用材料康维格 一个是修改IC.loc 另外一个是NTCCV 我推荐使用修改IC.loc 这样的文件方式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下一节课 我们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汐车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